来来 于将军 所以我们这穷人思维 真的不了解严家的想法 他们已经够有钱了 土力这么多 现金这么多 即使没有选上立委 电子有一场 不是说日进 十桶进吗 都能够赚这么多的 难道还不够吗 这就是 他现在的事业版图做得很大 可是如果他没有政治力量 这个事业版图 恐怕会一夕之间就缩掉 会缩 会缩掉 我这个地上物 就有电动玩具在经营了 我为什么要让给你来买 因为你有怎么样 所以我需要你这个怎么样 所以我才要你来 所以他必须要有 那另外我可以分析一下严家 其实严家 为什么这个严清彪说 面临到的很大的 艰困的挑战 陷入苦战 因为他们以前用的战术 这一次好像都不管用 以前人家说 严清彪被抓去坐牢了 对不对 所以严宽恒 我就帮爸爸选 选上叫哪里摔倒 哪里跌起来 你说我的房子被法院拍卖了 我儿子把它拍回来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你说我们家的黑道 削波块 我就做削波块抱枕 大家觉得好枯手 好可爱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无往不利 对 以前都可以用 这一次发现 好像不太好用了 那个817招待所 这个到底拆不拆 每晚拆一天 好像就上一次 你不能做一个 招待所的抱枕 拿去卖嘛 对不对 所以没有办法 怎么办 所以他想到办法 就是结合 年轻人 儿童的活动 跟这些大哥哥大姐姐 来唱跳一下 你说我占有公保地 占有这个儿童的这些设施 我就找一个电台 来办一个夜代晚会 让大家开心 对不对 你看我多可爱 跟圣诞老人一样 他也企图用以前的方式 哪里跌倒 哪里站起来 可是这一次 好像不灵了 因为这一次 去的人 不是为了 为了李延宽 而去的 去的人家去这个电台 很可爱 人家去看香蕉哥哥 看什么 什么蝴蝶姐姐去的 他不是为了看你而去的 所以说他这次发现 这个效果好像没有那么重 所以我觉得 卢秀燕真的要下手 要帮他 但是卢秀燕会不会不帮 他一定要帮 卢秀燕不能不帮 他一定会帮 不得不帮 他一定会帮 因为事不关己 不担心 这个东西跟卢秀燕有没有关系 有关系 马上明年就换你 你今年这样对我 明年我就这样对你 所以卢秀燕会不会紧张 会紧张 所以他现在做的做法是 那能怎么帮 他能这样明目张胆地 公然帮他吗 没有办法 该拆也是得拆 他还是会拆 但是会拆多少 就是一回事了 是拆那个墙 还是拆那个柱 那是一回事 还是真会拆到房子 但是呢 我会在其他什么风雨走廊 什么管落成 什么活动天落成之前 我就会请盐匡王一起去 我会公务啊 对不对 这地方的士绅都可以来 他会用这种方式 那越接近选举 卢秀燕会不会接 他进行总部的主委 我觉得这都是一个未知数